大家好,我是東京總的喬尾人 今天要來介紹我在東京工作兩年最愛吃的五家餐廳 那這次的選擇沒有什麼太客觀的標準的美食網站等等的 完全就是我個人的喜好或者是因為地緣的關係 想要推薦給大家吃吃看的五家餐廳 那我就從第五名開始倒數啦 第五名就是鳥貴族 鳥貴族它是日本的大型連鎖的燒鳥店 那燒鳥也就是台灣常見的串燒啦 除了在東京以外 它在大阪、名古屋等地都設有店鋪 那推薦的原因呢 第一個是因為它在東京的店鋪數非常的多 幾乎每個大站的附近都有 那麼中型的住宅區的車站有的機率也很高 所以隨時隨地要吃都非常的方便 第二個就是它的CP值很高 它的燒鳥都是均衣價298日元 但是品質都還蠻不錯的 以連鎖店來說的話我覺得算是非常好吃了 我們選擇吃什麼 鳥貴族就是我們在東京的好朋友 不知道吃什麼時候就吃這個 因為它便宜然後又算蠻好吃的 對啊就是連鎖店很多 但是好吃又方便 它點料理的話 直接就是用這個 touch panel去點就可以囉 包裹最喜歡的這個 Camon Bell炸起司餅 然後加一下這個 奶油油膩膩 然後再加一下這個 Ketchup 請鞋餅炸手 喔!好吃! 就是吃一個鳥貴族這邊招牌的雞肉串燒 我覺得它這個雞肉烤的還蠻入味的 因為它那個特殊的醬汁 甜甜鹹鹹的 然後再配上這個蔥 吃起來脆脆香香的 第四名是銀座的根式花碗迴轉壽司 這家的價格算是有一點偏貴 如果你不去看價格 然後隨便點的話 有可能需要點到四五千日幣以上 不過我覺得它跟高級的壽司相比起來 其實還是算便宜的 所以呢它的CP值也算很高啊 你可以吃到像是黑鮪魚大腹 或者是海膽 這種非常高級的食材 重點是呢 它們的品質都很棒喔 這是滿偉的Chew 看一下就很厲害喔 新鮮的鮪魚油脂在我口中爆發開來了 不愧是一盤四百多塊的 超級肥的干貝 好軟好嫩好甜 海洋是海洋 乾杯啦乾杯啦 一吃進去啦 有一個絲綢般的口感 你知道一般的海膽都比較便宜嗎 它吃起來比較新然後比較硬 它完全是絲絨一般然後 像那種雪糕冰淇淋這樣在你口中化開 然後完全不新 第三名呢是會比獸的燒肉店 本無西米茲 這家的價格呢就真的是偏貴啦 所以你沒事可以不用來吃 沒關係 不過呢如果在預算許可的情況之下 你大概抓個六千日幣吧 絕對可以吃到讓你覺得 喔天啊也太好吃了吧 我們現在來的是前菜 那這邊呢就是生肉的臥壽司 我們就來吃吃看那個肉壽司 它那個肉還沒有多餘的調味 所以可以吃到那個肉原本那種嚼勁的部分 非常的好吃 現在是加了檸檬汁的這道肉 它這道肉啊非常的有嚼勁 但是不會很老 然後配上上面的那個黑胡椒 還有剛剛撒的檸檬非常的夠味 所以這家店讓我最驚豔的地方就是 它的服務很好 然後每一道肉都是由店員烤的 然後你可以吃得出就是沙朗的肥啊 然後牛舌的彈牙 然後還有其他就是包含瘦肉的味道 跟每一個都沾不同的醬 是一家非常齊全的燒肉店 它先烤過之後啊 再用那個白酒加海膽的醬汁下去煮到熟耶 嗯 它這個肉啊 除了有燒烤的香味之外啊 因為它最後有用煮過 所以呢 感覺上又有一點像那種火鍋的肉片 然後配上那個海膽的鮮味 真的是 太棒了 第二名 是在我們的影片中呢 也出現到爆的 Shake Shack 來自紐約的漢堡店 Shake Shack 可以稱霸美東到股票上市 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我先說明一下 東京呢 它是一個世界知名的美食都市 很多外國朋友都有講過啊 其實東京的異國料理啊 甚至比他們自己國家吃起來 還要更加的精緻還要更加好吃 那同時呢 東京其實也是全球的 米其林星級餐廳最多的一個都市 我在東京其實也吃過不少很高評價的漢堡店 不過呢 這一家的漢堡真的是讓我覺得最喜歡的 來啦 我點的是有加辣的 Smoke Shack 然後 Cheese Price 跟 Pozak 的 Fruit Beer 我覺得它的漢堡真的好吃在於 第一個它的份量大小很剛好 然後第二個呢 它的牛肉 很厚實 很扎實 牛肉味 很爆竹 它的麵包啊 很好吃 就是 蠻濕潤的 不會很乾 然後 它的培根煎的也非常的脆 再加上它的 那個 Smoke Shack 有一個那個 Chili Sauce 就是辣醬 等你吃起來非常夠味 雖然它價格也算是偏貴 一整份套餐點下來呢 大概也要2000多日幣 不過我真的非常推薦 有來東京一定要來吃吃看 好的 終於要揭曉第一名啦 第一名呢 就是位在夏北澤的 湯咖哩 Rochula Kare Samurai 第一次吃到的時候啊 那個震驚感 真的是跟吃到 Shake Shack的時候 不相上相 我不知道 原來我以前吃的漢堡啊 咖哩 這麼常見的食物啊 原來可以做到這麼好吃的地步 而且呢 湯咖哩又跟一般的咖哩不同 它是一種源自於北海道的料理 這張店的特色呢 就是他們所用的食材 包含我們今天點的20種野菜 然後還有它的米飯 都是來自於北海道契約的農家喔 我們點的這個是一日份的20種蔬菜 可以看到它超級豐富的 什麼蔬菜都有 看一下裡面有哪些蔬菜吧 有這個甜椒 洋蔥 秋葵 有這個蓮藕啦 小玉米 蘿蔔 茄子 南瓜 哇 真的太豐富了 講都講不完 隱藏在一堆蔬菜下面 其實還有一隻超級大的雞肉 雞腿 我們來吃吃看 喔 它的雞肉啊燉得非常的軟爛喔 我們來看它入不入味吧 嗯 它的雞腿滷得非常的入味 然後它的咖哩湯汁呢 喝起來是 有一點點甜 然後又有一點點微辣 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我來試吃一下蓮藕 它的蓮藕啊吃起來很脆 而且咖哩的味道也有進去 謝謝 以上呢就是我在東京工作兩年個人喜好之下呢 最推薦的五家餐廳喔 當然還有不少的遺豬之旱 沒有辦法列入在五家這個數字當中的 之後呢有機會我會再出一個第二集 給大家當參考 我是瑋恩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嗯 嗯 嗯 我